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年来呢 西方讨论的一个问题是 安乐死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呢 不想活了 活得很痛苦 而且呢 也知道是非时不可 您可以啊 使得快乐一些 过去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现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今天提出来了 就是 就是 作为急救也好啊 作为用机械 来维持 呼吸 维持 维持 心脏的跳动 维持 血液 还在流动 这 是不是很好 从医疗方面的角度啊 来看的 来看的医生专家 来看的医生专家 这句 古话 也可以说 大家都会听 都曾听到过的话 说 歹死 不是 好死啊 不如歹活 死得痛快 不如啊 活得 很悲惨 其实也就是悲惨的活啊 还要比 快乐的死亡 来得好 因为人呢 生命只有一条 死亡只有一次 因此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啊 人人都是贪生 而怕死 人人都希望多活一天 多活一秒钟也好的 站在 作为一个副教主的立场来讲 我们呢 非常珍惜生命 如果这个生命还能够啊 用它来念佛 用它来 有益于疾 有益于人 这个一秒钟也很珍惜啊 也很可贵啊 虽然获得痛苦 那还是有代价 因为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这个身体啊 活着的时候 就是一个修行的工具 如果失去了身体 那修行就无从着力 所以只有心啊 没有身体的话 只有精神而没有物质的生命的话 修行就要入口 因此呢 六道众生之中 只有人 最适合修道 出生呢 旁生的出生呢 如果 他们善根生的后的 也能修道 那主要的是人呢 所以人生难得 这个观念呢 必须要建立 而生命可贵 这个观念必须要建立 唯有用人的生命 来修行 是最好的时机 也要建立起来 记住呢 就是要讲 人在 在 非使不可的情况下 医治啊 已经没有了 薪资啊 也没有了 作为一个家属来讲 当然希望他活 不要希望他死 问题是在于 是不是能够啊 全医 然后就康复 或者是根本没有希望康复 根本没有希望 全医的 在这种情形下 要做一个好好的判断 如果说是根本不能救活的 根本不可能的 而是死定了的 那应该尊重啊 那个病患在 健康的时候你的医院 你的志愿 最后不要用机械来帮助他 自然的死亡 最好的 不要用人工让他死亡 而让他自然的死亡 我们过去的人类都是自然的死的 自然的生产 自然的死亡 除非有 难产的情况 不可以啊 用人工给他生产 死亡也是一样 我们不要用人工叫他不死 而他是Facebook的人 那延续生命呢 可能是一桩痛苦的事 而他自己的自愿呢 就是当没办法救治了 亲友判断 医生判断Facebook 这个时候还是要用 机械啊 来急救呢 这不是自然啊 所以我尊重自然 也尊重啊 人的意愿 不过人的意愿呢 还要到 还要请医生判断 所以我是站在中道的立场 要做智慧的判断 不要加了受苦 不要人间呢 活着的人呢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也要花很多很多的人力 那个灵命中死的人 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结果还是死了 那是自然的比较好 我没错 我老前ho 没有啦 我没有四个人